等一个小时 日吃大吃到 我们准时到的 哇~~ 这真的是Rake View 安妞~~ 她们长大太豐富了吧 安妞安妞~~ 我们在南投 我在南投 今天就来南投了 这里是我 三天两夜 都要住的民宿 我最近一直看到她 这都是要不能买一只啊 好吸引人哦 真的超美 怎么会这么美啊 怎么每个角度都太美了吧 真的像到 我看到很多的照片 真的很美 都到了现场 就发现 太美了吧 怎么会这么美啊 我们住的是 这里 就一个小的化妆台 然后小的冰箱 然后 哇 可是床很大 床超大 然后 有一个可以休息的 然后 哇 真的是Rake View 没错哦 好大 好喜欢 咱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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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激烈 外面完全全黑 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我已经 今天我现场散客三晚之后 就准备要睡了 这个时间是十点半 为什么这么早就睡呢 因为明天起床 去看日出 所以五点要起床的 今天要提早睡 我们已经住后脚踏车 所以明天就起脚踏车 五分钟就会到看日出的地方 现在已经多着饿了 可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我就慷慨去睡 颜色是不是超美的 这里的灯都好好看 然后整个房间都是白白的 很漂亮 一直才可以 累了 有一点累 真的 大家晚安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完全是晚上 我现在起脚踏车去看日出 我在每一年的念谋 都会想一下经验做了什么 然后有没有达成到我的目标 现在的时间是6点14 到了张杰斯马图 Googleman说的是6点29分 会日出 但是看看有没有 可是张杰斯马图是历史的文物 然后旁边路可以拥有 然后旁边路可以拥有 我2020年的新年的新希望 就是健健康康的 然后从未可以给大家带来欢笑的人 还有我要更爱自己一点 我珍惜想一下之后 2021年真的有做到吗 虽然自己煮东西的比较多 但是我搬家之后 我就很爱食用外松 最近都懒惰就没有去运动 顶事吃太多 有一点不健康了 所以我在挑战 我2022年的新年新希望 就是要吃得健康一点 生活也要更健康一点 比如说做运动 一个礼拜三次 三次有一点太多 一个礼拜运动两三次 吃东西也要健康一点 我少喝一点料 尤其是我的一号 早上多喝健康新鲜的果汁 自己搭果汁给自己喝 河水的习惯 你也要我养成一下 一定有人问吧 可是有人会 有人会讲 日出难以着 会迟到吗 迟到没错 但是 谁会迟到 一个小时耶 等一个小时 然后日出大迟到 我们只能知道的 还是这里其实是西边 傻眼 第二个目标是 我要学注音 我的中文都没有进步 为了提升我的中文程度 就要学注音吧 学注音的话 我的发音也有改善 打字的时候 也会自己想一下 这个字正确的发音嘛 所以应该有帮助 让我的中文进步一点 我要学注音 要学好 我们真的等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现在我们后面有 阳光出现 但是真的 没看到日出 但是还是很漂亮啦 值得 很漂亮 很平静的风景都看了 可是我的人生第一次的日出 看不到 我到2022年 没办法重新开 我帮你配音 叮叮叮 回家 好 怎么会失败 对 会 日出 看日出也会失败哦 为什么要走去 今天失败就明年 明年见 真的很漂亮 只是没有日出而已 这是不是完全是米党 这个才是米党 等了 一个半小时 才有的 日出 好烦哦 可是好开心 还是看到 超漂亮 然后第三个 信希望 是跟去年一样 我要更爱自己一点 去年我好像没有做到 所以2022年 我要更努力一点 我多爱我自己 然后保护好我自己 第四可以的话 我要找到一个 我要找到一个 让我幸福的 不用讲了 第四个就没有第四个了 好 虽然2021年感觉没有做什么 没有达成到我的目标 可是呢 我觉得 我做了YT之后 我就多分享我的心情 给大家 有一点的快乐吧 有吧 有吧 希望有 所以 这个就让我最满足的一个部分 那大家呢 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们2022年的愿望 我们一起努力打虫看看 可是这是太阳吧 是日出吗 好漂亮 现在是7点26 他吃到一小时 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 安妞 安妞 日月坛日出 太好了 你2022年结束 终于看到日月坛日出 我以为真的没看到 然后我的2020年 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感觉 但是终于结束了 2022年可以开始了 在等日出的时候 想了一下 然后这是我的人生 第一次的日出 就凹夜喝酒 不小心看到的日出以外 真的是第一次 来日月坛真的很开心 看到日出 看到这么大的太阳 2022年的新希望 开始 等在开始的感觉 很棒 其实是早餐的地方 就看到超级漂亮的日出方便 到底我们为什么就是那边 其实也是很 很不错 好美哦 对面是真的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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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道府好开心 好开心 吃完我去睡觉了 吃完我去睡觉了 还是吃完午餐我来睡觉了 我给大家的2022年的第一个影片 喜欢吗 喜欢的话留言给我 记得一张 今天 浩特邦的 二先生 我是一位先生 謝謝 再見 大家新年輕快樂 李老師的韓文教室要教大家的是 新年快樂 新年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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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们新年的时候就说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祝大家一年都普起满满的意思 简单来说这就是韩文的新年快乐 大家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by bwd6